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要怎麼樣產生整年度 首先第一個 底下其實有提示 就是用Eday函數 那所謂的Eday函數 你在二月 在B2儲存格上面點一下 插入有一個函數叫Eday 這個Eday函數的話 如果假設你不太清楚 你可以先切到Eday Eday的話實際上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說 哪一個日期 比如說 再改一下,2024 奧運2024 那奧運當天好了,假設 7月 我記得是7月26吧 這個日期也沒有關係,反正就是一個日期 那 假設等於哪一天呢? 等於這一天 這個日期把它帶過來 那奧運的前三個月 前三個月應該是哪個日期啊? 那其實前三個月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Eday函數 那Eday函數 它就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什麼 哪一天 這一天 第二個參數這邊有一個訊息 就是month 意思就是說 它相差幾個月 如果你是後三個月的話 那就三 那如果前三個月就負三 有正有負 那我們三 那它回來的話 一定是個 原始的資料一定是個數字 按確定 那如果說假設呢 格式帶過來 那你會發現 10月26 OK 那如果底下的話 前三個月 那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拿這個公式 先負字取消一下 貼到底下這邊之後 把那個 後面這個數字 3改成-3 那就前三個月 所以Eday主要是針對相差幾個月 所以給它一個日期 相差幾個月 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Eday函數 那跟各位講一下 Eday函數 如果你不會用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可以用 另外一個函數就是 你可以用所謂的那個 Date函數 不過如果你用Date函數來算 你真的會算到吐血 為什麼 因為Date函數還要配合 以一個year-month-date來做計算 比如說我做一次的 可以看 如果你用Date函數算 可以 但是你要提供給它 三個訊息 year 那year是這個 這個是這個 所以你這邊第一個 你要變成你要自己先去抓什麼 我用自己打的 year 這個奧運當天的年是20 也就是你要先把這個日期先切割 切割把年拿出來 把月拿出來 自己打好了 OK 曼死7月有沒有 然後再把什麼 把日拿出來 日的話就Date 有點麻煩 用 把這個日期先做切割 切割完之後在哪邊計算 在這個地方計算 三個月就加3 好關鍵的地方來了 在這裡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做那個什麼 某個日期的計算的話 那你是可以用這個Date函數來做計算 只是說計算 比如說三個月你就加3 那三年的話你就加3 加3年 有沒有 它就2027了 OK 特別加幾天可以從這邊 所以 如果你將來要計算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先把 先用Date函數 然後在這邊把年 月 日先分開來 然後在這邊加3 按確定 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2024 其實一樣 只是格式不一樣 OK 但是相較之下 如果兩個比起來 哇 這公司這麼短 這公司這麼長 但是那個Date函數 它好處就是說 不是只能計算月份 計算年 跟計算日 也都可以 OK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Date函數 其他 顧名思義 如果你要計算時間的話 其實概念一樣 只是把Date改成Time 其他都一樣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發現很多人沒有這個概念喔 哇 那你計算時間 計算日期計算時間 就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OK 所以特別小心喔 看看你們在找找找看 工作上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計算問題 如果有的話 也可以再提出來 或者試做看看 特別注意喔 這個Date函數也相當重要喔 那我們再切回到這邊 綜合練習 所以剛剛我用了一個Date E-Date函數 那這邊是用Date函數 Date是先切年 再切月 再切日 然後再加3 3個月吧 那底下這個應該就-3啦 OK 好 那一樣的方式喔 如果我今天綜合練習 我希望 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把每個月的第一天下面 再把這個日期加一天 那可是怎麼 第一個喔 先在這邊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日期的下一個月份 的同一天 那不就2月1號 那這個跟這個相差 在下個月的同一個日 所以我們可以用E-Date 然後呢 這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相差一個月嘛 所以我如果要產生2月1號的話 那不就是1月1號的下一個月 所以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2月1號出現了 那再來向右填滿就可以了 向右填滿的話 因為都會參照到它前一個 前一個嘛 因為你把它寬度不足嘛 把它選起來 快速點兩下 自動調整欄寬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話呢 向右拉 它A會變B嘛 所以又參照到前一個 前一個的相差一個月 那向右拉前一個的相差一個月 所以就是1月1號 一直到12月1號 每個月的第一天都有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這個天的下一天 那怎麼做比較快 等於 這一天 的下一天 那就加1天 加1就可以了 所以喔 一天就是數字的E 加1就可以打勾 有沒有 1月2號 那你再來可以怎麼 向下填滿 到32列的地方 再向右填滿 到L藍 L在這裡 12月就L 放開 那你可以看到 一整年的年曆 基本上就出現了 但是有一個地 有問題 什麼問題 各位有沒有發現 1月沒問題 因為1月31 只要是31天的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不滿31天的 像這個只有28天 它會多出3月份的東西 有沒有 這個4月份是 只有30天 所以會多出5月份的東西 有沒有 這個錯誤的地方 這個就沒問題 這個有問題 那理論上這個應該要把它去掉 去掉 去掉 OK 那你想說怎麼去掉比較快 所以我同學說 老師就把它Delete這掉就好了 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每個都Delete這掉的話 那如果換一年 又不是每一年都28天啊 對 所以這樣就會產生錯誤 如果明年假設是 後年假設是29天 那你有一天就要自己在補上 那不就又麻煩 所以特別注意 這裡的話 你就不是要用所謂的什麼 手動的方式刪除 那如果不用手動的方式刪除的話 那我是不是應該做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 你可以根據實際上遇到的 什麼狀況 如果什麼呢 它產生的下一個的儲存格 跟它原來的月份 它的月份 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叫Mans 去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抓出來 然後比對看看 如果呢 我加了一天之後 的月份 假如不相同的話 那我就把這裡面的資料給刪掉 刪掉的話 就是兩個雙以後 反支的話 就輸出我要的日期就好了 那不就OK了嗎 對不對 所以喔 這個邏輯怎麼下 請各位想想看 所以重點在跟各位 先在B2的儲存格 用Eday 然後呢 就是指向A2 然後這個一個月 相差一個月 然後向右填滿 藍寬調一下 第二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A2加1 可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二月份 跟只要不是31天的月份 就會多出一些資料 那我希望把它刪掉的話 那用什麼方式刪掉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還有延伸性的第二個問題 我如果禮拜六禮拜天 希望填上不同顏色的話 那怎麼做 當然總共52週 如果說 我禮拜六我填一個顏色 比如說禮拜六我填一個深的淺綠色 我跟你講 我禮拜六我填字的話 填一個深綠色的字 然後底色的話 也淺綠色的這個 然後禮拜天我假設要填一個 紅色的字 黃色的底 假設這樣 那如果52週 我不是要填52次嗎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一次全部都填完畢了 我不要手動 不然的話年曆 假設一直把它手動的話 那沒效率 所以怎麼做 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